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嘉珍 希望长大以后可以找一个摄影家 我发现有些小朋友 他其实在学科方面 是比较不行的 但是在这个摄影课程里面 他是得到比较多的鼓励 所以我发现他们还蛮喜欢这个摄影课程的 这些摄影课程的主持人 其实是在这些摄影课程中 我发现了一个摄影课程 我发现了一个摄影课程 其實我覺得到小學教小朋友攝影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小朋友看的角度跟大人不一樣 那我一直覺得現在是一個影像的時代 那學攝影我覺得是一個每個人都必須要去學習的過程 是這個 這是 leaning before the 拉離有 86 拉離有凹 geben 追她 Foi 我拍一下 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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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寫 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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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教學 給我很大的一個震撼 也讓我們建設到 三年小孩 他們一樣擁有天分 他們的作品 不管是在上課中的反應 都讓我覺得 非常不一樣 因為 我們現在 真的是 如總裁講的 我們要開啟片原地區 他們一個美麗心世界 那藉由這些 最簡單的相機 來拍出最不一樣的作品 那 他們真的給我們很大的感動 我們所做的一切 最好的回饋 就是他們的表現 外拍的照片 外拍的照片 像記憶卡我們都會收回去 就會自己看 那其實 你去看那個記憶卡的時候 其實就像開獎一樣 就會覺得 他今天拍到了什麼 那有幾個孩子 他對攝影特別有興趣的 那你就會 發現 他今天又拍到了什麼東西 不同 你會看到他一次一次的成長 來拍攝 嘆 小小小小小小 一陣子 一陣子 超級大小小 一陣子 一陣子 我比較感動的地方是他們上傳的照片 那其實雖然說看他們平常這樣嘻嘻哈哈打打鬧鬧 但是有很多照片進去看了以後 發現其實有部分的小朋友是非常的用心 他們是很有興趣在那個攝影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對孩子的意義是非常大的 讓老師我們就帶著孩子裡面去認識他們的家鄉 認識他們的部位 認識他們的同學還有家人 進行他們的生活 我希望他們可以用影像 用照片來說他們的童年的故事 志豐老師也好 學長老師也好 我們是陪伴他們 公益平台基金會這個活動就是陪伴孩子 基督他的童年 敘述他的故事 用影像基督他的童年的故事 每次也要討論出事 中文字幕提示 中文字幕提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